台北市议会今天举办国有器官特议会 日前却收到恐吓 扬言说要持刀闯入议会砍人 警方不敢大意 现场动员53名紧定为安 门口还有4名镇报警察 鹤枪实弹镇压 入场观影的民众都得要出示证件 来核对身份 以免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远警鹤枪实弹紧定出人员一举一动 周六假日台北市议会格外紧张 因为有人扬言要持刀闯入 落场民众通通得先拿出证件 一一核对身份 台北市议会周六播放 以揭露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为主题的 国有器官纪录片 没想到却收到恐吓 有人放话将带10个人持刀闯入砍人 警方不敢大意 加派53名紧力重手 姓一芬局长也亲自到场作证 严防有人捣乱姿势 但有民众因此嚇到不敢来 报名状况踊跃 但现场座位没坐满 这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已经涉及到恐吓威胁了 国有器官自10月上映引来 全国各机关已经接获至少28起恐吓案件 议员坚持拨好拨满 没再怕 只是同一时间蒋市长 先为台北城市杯国际电竞大赛站台 接着又到西门丁商圈 平经济 晚上还要帮耶诞活动点灯 实在忙不过来 蒋万安也下令了 不应该让这种暴力事件 恐吓事件在台北市发生 今天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 蒋万安市长因为公务行程 没有办法赶到 试图用恐吓要求停止播放 中共威胁无所不在 就连首都议会都成目标 记者欢迎凌晨集的林秉柱 黄伟齐来台报道